大家好,我是長庚 今天是9月17號 是我們後端或者是sc.maycode的學習筆記的第二天 那昨天我們講到了如何使用Videocity建立一個sc.maycode的應用程式 那接下來我今天準備一張圖片 這個是指MVC的一個流程 那MVC是什麼意思呢 MVC是指一種設計模式 他建議我們 程式要怎麼設計會比較好 那MVC只是概念很簡單 他只跟我們說 我們程式要分成 N 就是model V是view 然後C是controller 三個 三個職責 來做 來寫我們程式 不要讓我們程式 把所有職責攬在同一個程式上面 我們需要分工 有點像三權分地的感覺 建議我們程式要分成 N V C 三個部分 那MVC這個概念 好像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就有人提出來 那當時可能是指桌面程式或是其他程式上面的關係 不過微軟 它 出了一個sc.maycode 微軟以前的web程式它是sc.mayfarm 那那個webfarm的設計的概念就不一樣 流程概念就不一樣 那微軟呢就引用了這個mvc的這個設計模式 重新開發一套 a7.9mvc的框架 來做我們的網再開 現在變成我們現在a7.9mvc的網再開發的主流 那使用者傳送一個請求進來了一個連結 進來的時候它會 最先傳送來的就是controller這邊 然後如果 你的 你需要拿一些資料庫的資料或做一些什麼資料運算之類的話 那就先到model model交給model來處理 處理完之後結果回傳給controller 如果 你的 controller 你的mvc需要渲染一些html 需要racer渲染一些畫面的話 那就給view view來處理 view出來 處理完之後得到一些畫面結果就回傳給使用者 如果你 你並不需要渲染這些畫面 什麼的話 你可能就只是個API 就只是HT.nickel API 你只想知道數據 知道數據之後就傳個接種回去的話 那就 ctrl 刪完之後就是ctrl直接回傳給使用者就是4 就少了view這塊就是 s.nickel API 所以s.nickel API跟s.nickel MVC其實 幾乎一模一樣 就只是有沒有view的差別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我們程式碼部分 那這邊是一個home的index 然後我們看一下 home control這邊 我們先看startup好了 那 我們這個現在使用者到這個網頁的時候 預設會到了哪個連結呢 預設會到了哪個網址連結呢 那它寫在star這邊 star這邊 在這邊往下滾 往下滾 這邊有個預設的routing 那預設的routing路由會導向到 home controller 它是controller的home嘛 home controller 然後指定到一個ation叫indexation 然後id是 可有或可無的話 所以我們的 預設在star這邊mvc的路由就是指 controller ation 然後後面我們會帶個id 那這個網站我現在已經先 開起來了 這邊 就是我開起來一個安安你好這邊 這邊 所以說這網站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會進來 從home controller進來之後 會到達indexation 這裡 indexation完之後 它這邊沒有做任何事情 它沒有傳出任何資料 就回傳給view嘛 所以 你這邊按右鍵 移植檢視 就可以移動到 indexview這邊來 那這個view呢 位置在 這邊 這邊資料夾 view資料夾 有個home資料夾 這個home資料夾名稱是對應到controller的 所以說 預設 你沒有寫 指定 什麼view的話 home的controller 預設會找home資料夾裡面的 有沒有index 有沒有index.cshdl 這個index名稱也是對應到 action名稱的 這兩個關係是一致的 所以說 我們說 homecontroller homecontroller會對應到 home的資料夾 home的資料夾 然後 indexation 會對應到 home資料夾裡面的index.cshdl 那cshdl是一些檢視嘛 所以我們這邊 就可以打一些字 看看 那存檔 我們再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我們昨天有勾 自動 longtime編譯嘛 所以它就會 自動 即時更改 我們不用關掉重開 看看就寫 我們自動更改了 那如果使用者需要打 傳輸進來的話 傳輸進來的話 就是後面 後面接個 問號 問號 比如說 name 等於 根根根根 那這邊 參數傳訊之後 我們使用者 我們後台要怎麼 接收到這個參數呢 後台我們接到參數的話 就是在 你的controller這邊 index.action這邊 你要寫個參數 來接收到這個參數 我們預設是沒寫的 那我們就可以打一個 trim 然後它要接什麼 變數名稱 那我們剛剛連結打的這邊 是name 是name 所以說我們這邊要接收name的話 我們這邊寫name 這樣才會對應到 maid頻道 那這個name呢 要怎麼傳給使用者 傳給到我們view那邊呢 這邊可以使用viewback viewback 點 這個chip 取一個名字 所以說myname 所以說myname myname 然後我們移動到前端這邊 比方說這裡 那我們這邊可以加上 一個小老鼠的括號起來 然後我們還是打viewback viewback 點 myname 我希望把前端傳過來的那個自端 name自端 name自端 這樣子好了 這個name自端 寫在我們這個 前端的頁面這邊 那我現在存檔之後呢 那這樣子v就是由重新幫我編譯啊 不過這個編譯 好快喔 好 沒關係 反正 只要結果就這樣子 所以我名字就變成在這邊 哥哥好帥 那如果不打呢 不打了就沒差就變成這樣子 變成沒有參數進來 那如果你的參數是整數呢 我們會用上來的 我會不會打算 我會不會打算 好 我會不會打算 那我這邊可以再打一次你看 打Name等於跟跟跟 然後再來一個參數 age age等於18歲 那你有多個參數的話這邊是用這個 鍵盤這個叫end的符號連在一起 按送出 好 廢話要重新編譯 稍微等一下 還是沒有接到我的age 為什麼沒有接到我的age呢 我們回來這邊看 啊 我的controller沒有存檔 那先存檔 存檔的話不要重新等於是看看 看看它有沒有吃到 欸 就永遠的18歲 沒有字沒關係 那如果不打字會怎麼樣 我們不打age不傳參數 它就會變成一個0 那為什麼這邊寫0呢 那是因為int的預設參數是0 int是十字星別 所以它預設參數 一定會有個會帶0 沒有傳參數進來它預設會帶個0進來 那你可以 如果不想是顯示0的話呢 你可以使用問號 問號的話就是可以為怒的值 那沒有傳進來的話它變成怒了 這是空的 那空的話就不會顯示 所以我們再重新整理一下看看 那這樣就沒有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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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的viewBag的話 你加這個 raid的參數的話 那有時候你可以省略掛號 就是如果你不是跟一些文字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就直接省略掛號 然後說這樣的 小老鼠然後viewBag 鍵 by name 那這邊應該要換行啦 這這樣子應該沒有換行 我們再重新整理看看 然後直接出現在後面 就是 少了一個換行 這裡換行並不是真的換行 你要加 這邊是html 所以你要加一個br 才能會真的換行 我們再看一下 這樣就換行了 然後 那我們今天 就介紹這邊 就講一下 mvc的基本概念 然後 讓你知道 controller的參數 就是如果接收使用者傳過來參數 並且把這些參數顯示在 Rid的畫面這邊 那我這邊還有準備一個補充資料 就是我去年寫 無界島像沙里的 一篇文章 不過這是去年寫的 今年的話 之前有去上寶格爾課 寶格爾課 所以說 他有做一點筆記 他要講 這套沙里 然後他也有出 現在的課程 你也可以看一下 那我就把這個連結 連結 連結放在 放在我這邊 有新鮮同學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今天到這邊就結束了 謝謝同學的收看 謝謝